各位朋友,上集我們說到屈原被奸人近上暗算,設計所害,被楚懷王罷免 究竟屈原在楚國不受重用,或者在楚國試圖失誼, 他會否去到其他國家,例如蘇秦、張儀,去發展新的事業,或者有新的轉機呢? 不過屈原就跟蘇秦和張儀有一個很大的特質的不同,就是他本身對於國家是很熱愛的 他從來沒有想過背棄自己國家,或者為其他國家去效力 所以屈原被罷免之後,他沒有去過其他國家做官,或者尋求發展 而屈原沒有官做,楚國是甚麼環境呢? 其實我們之前說張儀的故事也有提及過 而當時楚國的朝政都是一些奸臣當道 當中包括鄭舟、紫蘭、近尚等人,他們是暗地裡勾結秦國,出賣楚國的利益 他們這班人千方百計去排擠屈原和一些忠臣、良臣 而江碧自用的楚懷王,多次不聽屈原的勸告 或者他很特別,好的東西也不聽,壞東西也特別喜歡聽 所以你說他對一些忠然是江碧自用 對一些小人的說話,他照單傳收 所以有些人是很特別的 我們有時自己想想 一些好的建議,雖然可能真的比較難聽 可能有些人去批評你,有些人去說你 心裡聽到之後覺得,你怎麼搞的?你這樣說我 立刻掩著自己的耳朵不聽 那些奉承你、讚你 不是真心讚的那些 亂讚的那些 你又聽到飄飄言 舒服的話,你又照單傳收 那到最後呢,就是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就沒有改進 或者一些根本不對的說話,你又聽進去 最後當然的結果,當然是不放好 所以有時,很多時候我們也有句說話叫苦口兩弱 就是說,有些事情其實是辛苦,是我們不喜歡去面對的 例如我們去做運動,去減肥 或者就是吃少些肥膩的東西 令身體健康些 這些我們本身都覺得比較辛苦 或者是面對美食,我們都是比較難忍的 但是我們去到放縱自己,或者不懂得節制 受苦的最終都是自己 或者影響到身邊的人 所以我也要多些注重健康 那麼,說回屈原 我們也知道,楚懷王不聽屈原的忠谷 最後呢,結果是什麼呢? 當然是蒙鴨血 一而再而三,就被秦國欺騙了 最後呢,就死在秦國那裡 在獄中,嚇死異鄉 結果都十分悲慘 那麼,楚懷王被人困住了之後呢 就太子洪呢 太子洪環,就繼承了這個王位 他就叫楚傾襄王 而公子智蘭呢 公子智蘭呢 就擔任令韻這個角色 那麼,公元前296年呢 楚懷王呢 即是在秦國死了的消息呢 傳到楚國的時候呢 過了沒多久 之後呢 他的屍體就運回影都了 即是... 秦國都見楚懷王 都死了老臣 算了 都被他回到自己的故鄉祖國 那麼,當時楚國上下的人 因為不知道這件事 非常震驚 每個人都很悲憤 雖然楚懷王不是一些特別好的皇帝 但他其實都沒有做過對百姓 甚麼特別不住的事 或者他不是那些很殘暴的君主 只不過他很懵憤 那... 而老百姓呢 也都知道 總會知道 有些政治上的內情 那麼,他們想到 楚懷王是比紫蘭 近上這些人呢 是... 他硬勉勸去秦國那裡出事 秦國開會 覺得... 這個... 紫蘭和近上 是需要負上重大... 即是楚懷王死的責任 所以對這群當政的人呢 非常之不滿 願聲四起 而同一時間呢 百姓都想起屈原忠臣 是當時極力勸的... 楚懷王 千萬不要去到秦... 去到開會這件事 所以呢... 百姓呢 都讚揚呢 這個... 屈原是忠肝義膽 亦都是有政治的軟健 是有能力 是有才華的人 以及是很忠心愛國的人 紛紛為他抱不平 這樣... 而民眾對於紫蘭這一夥... 即是這群這樣... 這麼衰的... 這麼奸搞的... 這群當政的政治集團呢... 以及對屈原的熱愛呢... 這個... 這樣的訊息... 傳一下傳一下... 就傳到紫蘭那裡... 令到紫蘭呢... 既恐懼... 亦都很擔心... 啊... 所以呢... 他就跟... 另外一個壞蛋... 啊... 同謀... 近上呢... 就在那裡商量究竟怎樣好啊... 現在... 個個這個百姓都唱衰我們... 屈原呢... 就... 民望越來越高了... 那怎樣去再搞屈原呢... 啊... 所以... 那... 近上這個小人呢... 就在傾雙皇面前呢... 不斷地說屈原的壞話... 又可能說他... 啊... 這個呢... 唱衰政府... 委託政府... 啊... 就是這個呢... 狗襲民眾... 做一些反政府... 他肯定是亂黨啦... 這樣... 啊... 而傾雙皇呢... 因為... 他... 上了... 任之後呢... 登上和位之後呢... 他的名聲都不是好啦... 那... 但是呢... 他見到那麼多人民呢... 去到... 外帶屈原呢... 他就心想... 哇... 你這個屈原... 那麼多人擁大你... 哇... 到時候會夾在一起造反呢... 所以... 皇帝呢... 即... 帝皇的想法呢... 最怕就是... 那些人呢... 不論在朝廷也好... 或者在... 哈... 朝廷以外都好... 民間都好... 最怕呢... 就是... 九眾結黨... 哈... 哈... 不論他名聲好... 還是不好... 最怕呢... 就是... 他們... 形成個集團... 哈... 越來越大... 人越來越多... 民望越來越高... 那麼... 你豈不是威脅到我那個... 那個... 所以呢... 這個... 傾雙和... 一聽到近上講這句話... 哈... 立即非常之敏感... 哈... 哈... 立即去想... 這個屈原... 一定要搞搞他了... 那麼呢... 他就... 立即將屈原... 趕出這個首都影刀... 流放他的江南... 哈... 屈原真是慘... 他都沒有做過什麼事... 哈... 又不是他主動要搞一些事情... 哈... 基於他做一些好事... 被人愛... 但都要被人搞... 哈... 那你真是... 這個世界是不是很不公平... 哈... 那麼... 好了... 屈原沒辦法了... 就流放了江南... 那麼江南自然更加南變的地方... 哈... 更加落後的地方... 哈... 和這個首都距離很遠... 那麼... 而當時江南的地方是很大的... 包括現在的湖北省的南部... 湖南省的北部... 這一帶有很多... 很茂密無邊無濟的草原... 哈... 森林是尚未開發的... 人跡刊字... 哈... 真是慘... 流放到邊疆... 哈... 廢墟來的... 但是有很多森林... 大自然... 那麼... 屈原就從影刀出發... 大江... 大江... 即是現在所說的... 長江... 蘇式都有首詞... 大江東去浪徒盡千古風流人物... 這時候是念奴嬌... 那麼... 順著大江向東邊走... 在洞庭湖和湘南... 沿水這些流域的廣大地方... 他經過艱辛曲折的道路... 對... 終於到他要去的地方... 那麼... 他趁著這段時間... 遊歷整個江南... 去看他國家的一大片土地... 當然... 屈原去到這些地方... 當然不是過著富豪、疏乎的生活... 是過著貧病、交家的生活... 一方面... 當地的生活環境很差... 另一方面... 屈原也是憂憤... 心裡有很大的... 屈結、挫折... 他的屈結、挫折... 不是純粹因為他自己試圖失誼... 他是發覺... 國家在小人當政... 或者是這位君主當政之下... 國家是日漸走向下坡... 他心裡感到很不舒服... 在長期顛沛流離的歲月... 屈原懷著... 我剛才所說的那種... 悲憤的心情... 用子的心血創作了... 幾首很偉大的作品... 我們一開始說過... 屈原是一個... 除了一個很偉大的政治家... 亦是一個很偉大的文學家... 很偉大的詩人... 他當時創作的那種詩體... 就是叫楚慈... 後世給他這個名字... 他作了幾首很重要的楚慈作品... 最有名的就是尼蘇... 另外有九歌、九章、天文等等... 很偉大的作品... 這些作品是充分反映了屈原... 追求真理... 那種哲氣... 凌死不屈的精神... 特別是他的首歌代表作尼蘇... 長達... 三百七十多項... 超過三千四百個字... 以前那些作品... 好像我們看文言文都很精簡... 所以三千多字是很多... 可能現在差不多是... 過萬字... 這首的詩歌... 概括了屈原一生的... 政治生涯... 和楚國... 由盛而衰的... 到滅亡的史實... 這是... 最早期... 即是先秦時代... 是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 詩歌作品... 因為當時... 先秦時代的詩歌... 分詩經和楚池... 詩經比較北方... 主要是反映... 人民生活... 那個... 蓋放的一些詩歌... 即是表達生活上的想法... 當然... 這個詩經也有一些... 是講政治... 或者是... 政府... 或者是皇宮... 一些主題的詩歌... 但主要都是以... 人民生活的詩歌為主... 屈原就是... 南方詩歌的代表... 它主要是反映... 對國家的熱愛... 以及對國家滅亡的悲傷概嘆... 而... 這個... 尼蘇自然是... 早期最重要的詩歌作品... 而... 亦都發揮了... 因為... 我們剛才所說的... 江南都有很多... 大自然的景色... 森林... 其實這些景色... 是最容易引發到... 人的... 那種... 感性的... 那種... 那種情懷... 或者那種浪漫主義... 看到... 這麼多森林... 或者很多動物... 會引發到很多想像... 所以尼蘇這篇作品... 這個風格... 是浪漫主義的風格... 對... 很有感情... 很有想像力... 那麼... 影響到後世很多作家... 包括李白... 蘇式... 這些比較浪漫... 感情澎湃... 那些作品... 而... 在寫作方面... 這要講一點文學... 就是說... 他吸收了楚國文歌的精髓... 運用了很多楚國的謊言... 和聲韻... 最述了... 就是... 楚國... 除了他個人感情... 也都... 最述了很多楚國的風土... 物產... 人民的生活... 都有提及過... 是很有地方色彩的一些作品... 那... 對於... 我們剛才說過... 後世的... 文學... 詩歌的創作... 浪漫主義... 那個發展... 都是有很重大的影響... 那... 屈原... 在南方... 就... 繼續... 過著他... 這個艱苦的生活... 那... 究竟... 最終... 楚國的命運... 會是怎樣呢... 或者... 就是說... 屈原... 被人流放了那麼久... 會不會真的有機會... 就是說... 東山再起... 或者... 朝廷真的終於... 懂得辨別是非... 重新去... 任用他呢... 還是他... 要在江南那裡屈屈而終呢... 我們下集繼續說...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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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